韓國瑜現在的心態 到底要不要選2020 接著今天高雄市議會的質詢登場 想當然這些市議員一定會再逼韓國瑜 有關於2020的議題 民進黨今天擺出陣仗 還送上了黃袍 逼問韓國瑜說 你到底要不要參加2020 韓國瑜一樣的答案是 目前為止沒有參選2020的計畫 黨主席也沒有下達這樣的指示 不過這個部分就有一點耐人尋味了 黨主席沒有下達這樣的指示 所以是在等黨主席下達這樣的指示 在指示下達前 目前為止沒有參選2020 到底該如何解讀韓國瑜 這一連幾天的談話 農姐 韓國瑜到底是要跟我們說什麼 我覺得很可憐 上兵法無 這就是所有你想說在民進黨的家庭裡面 基礎發高的時候 民進黨所有的主員 可以在韓國的身族 所有的朋友 他動員會對的 他都會動員 除了說我要蓋在軍主基礎 其實心肯好像是炒到要死 因為韓國會出來選他們就不必了 所以只有法律就是上兵法無 然後發高就是說在所有身族的朋友 我英雄的地方都自己英雄 最好比較擁軍隊長嘛 其下就是兵臨誰下嘛 所以我是怎麼說 靠韓國瑜一個人 國民黨保釋的 因為打大規模的選舉 跟打高雄市長的選舉 完全不一樣 韓國瑜你也不用擔心 市長你擔心什麼 我們知道你是擔心感情 欠人的精分 那是怎樣 你說董主席不下這種的支持 這幾個今天說出來 如果這樣 郭主席他的地位 是到底不下支持 那就是失機味道 看民進黨現在在來亂 因為韓國瑜這件事 一二十一二三 今天你就是說在一個 速度情勢大好的情形下 類似討論要算不算 要算不算 在這樣的時候 坦白說 民進黨這個上兵法 沒有已經十九目的 我在這裡公開說 哪有的輸氣已經受到我改 可能我改三分 兩分不定 很多七七架就對了 開始到底你到底是什麼 這個時候就是已經十九人的目的 開始對韓國瑜有一個質疑 所以會問危險 會問完 現在到底是怎樣 後來 真奇怪 又給你等一個過檔出來 沒有魚蝦也好 沒有他們兩個都不行 這個到底是對到不對 為什麼會放這個消息出來 目的豪宅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中央東部這個時候要發負負負的時候 這國旗如果是去散開 這就是民進黨最高的策略 就是讓國民黨輸去外界 這樣就是三腳趾他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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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有的人說韓國瑜不選 我才23說說 現在參加過台名出來說什麼 參加我 說過台名出來是韓國瑜不選的一個原因 我一回事我這樣說 這是因為 因為這個媒體落這個標題 說韓國瑜不選 可能就是過台名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我所分析的就是說過台名你會記得 想像是一年十九月前八月前 心臺農在一集這位說 第一次說的時候 那時候所有的民調在那位所有的民調 過台名是萬聖所有難力 被所有的候選人都去KO 但是二十九月前開始到八九月前 八月二三反流打起來 其實基本上這個就已經不是議題了 所以說恐嚇不來風 為什麼這兩者會再討論這個問題 這就是我在說上兵法務 他們可以用的部門都幫你用 你不可以說這個不行 就是我把整個拿贏得輸掉 所以我要跟拿軍的支持者說 韓國瑜最好有算不算 其實我跟你說 他們設定他會算 但是萬一沒算 我就要給你試了 所以這個時候說 當出來每一個消息 就是最後你韓國瑜不要算 其他聯合結人出來算都倒了 現在我可以跟你說韓國瑜沒算 其他人只有這段所有的民心 所有歡迎起來的東西 你們最後還有五個團結 放流橋山橋不成為了 所以這就是人家的地方 人家的工夫到這裡 把你等到這裡 今天去看李前輩 問一下再去看阿彬的 你當作這都白桿 這不是白桿 這叫做策略 明記知道韓國瑜今天不能標台 韓國瑜一當時說要算 都不承認 都不承認 所以才有承認的問題 什麼韓國瑜要承認 他不承認說要算才會承認 他頭到月11月24到12月25日 頭到月都是說我沒承認 離空離空 標準檔案 他沒承認 東部 東部可以承認 國民黨可以承認 支持者可以承認 農宗可以 所以這個檔案 到今天都沒變 天下本無事 為何你雍臨足了錢 所以很多支持者 很多好朋友說 是你們信心不夠 不然你想怎樣 當然說韓國瑜要算不算 如果你信心不夠 頭到尾大家站住 就是你要算 韓國瑜很簡單 我是四年要讓世界看到高雄 四年要讓高雄全世界看到 他有說他要做四年 為什麼變成這樣就變成他不算 他說四年要讓高雄全世界看到 對不對 對 就這四年的時間 會讓大家看見 如果要讓全世界看到高雄 看到我的打拼 再來第二條你這裡聽不到 高雄需要一個真正的國際機動 不是現在的小港機動 這個機動必須要有大型的報道 可以讓破音七四七可以降落 如果這樣全世界的人可以坐到這個大型的火鈴機 來到高雄降落看到高雄 來高雄出頭來高雄觀光 是不是這樣說 對 這句你們沒有討論 我問你 開一個機動 拋桌到開一個國際機動 市長做得到 做不夠 當然市長的環節 不是 什麼人的環節 中央 總統和交通部長 憑政議長 所以 中央如果像你們這樣 朝鮮不做對的時候 反正民進黨執政 如果我告訴你 民進黨如果繼續執政 未來四年看到高雄 會繼續流 繼續散 就是一隻標準的答案 是他沒說出來而已 我不是替他說 這是我個人的改動不一樣 他跟你說高雄 需要一個國際機動 你們不去就變成我自己去 那不是這樣 你們會想嗎 你們就要這樣想 這樣就可以鼓勵大家 就可以喬治會 你不是 只看著前半段 人家說買咪就看 關門就看 要看好清楚 到底他是說怎麼 人都有感情 經過一次市長選舉 當然有那麼多人 但是今天總統的選舉 跟市長的選舉 是絕連不懂 這是大部隊 大規模的選舉 以高雄市政府 現主席的領領 沒辦法 但是以韓國瑜的名字 沒辦法 所以國民黨 要去政學出這個團隊 都定義一準的時候 不管什麼人 定義一準的時候 這裡所有的配備在旁邊這裡 包括無聊 包括組織 包括部隊 都會夠為 所以韓國瑜他不用煩惱 他很清楚他不用煩惱 夫為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爭是不爭 不爭是爭 所以其實 韓國瑜這些說法 你用文言文來解釋白話 大家應該懂我意思了 不爭是爭 不爭是爭 爭是不爭 你要說以退為進嗎 不是以退為進 而是當這個時候 他不是說我要選 並不代表以後就不是他 這個時候說我要選的人 不代表以後就是他 有人想說 那你講賴清德 爭是不爭嗎 他現在跟曉英爭 有可能 等中共的飛機 飛過了海達中間之後 可能曉英 辣台妹 民調又上來 賴清德可能會受傷的 那是另外一個話題 真是不爭 不真是真 此刻的韓國瑜很清楚的兩個字 不爭 但是不爭之後會不會是真 那就要看後續的一個狀況 我先跟大家講幾個很清楚的題 因為早上9點半 他去市議會之前 我8點就有廣播 你就必須要先講 否則的話9點半到了 大家要先去做分析 當時我就有說 我的看法是應該不會有 太明確的想法 即使星期六有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的集席演唱 加上深夜負責文 那很多的韓國瑜支持者 我看都很焦慮 那我也說到這個破搖 本來都是這個 大概三五百通的這個 留言跟簡訊破千 破千 都來問你說 到底是怎麼樣 不回還生氣就再發跌 韓國瑜為什麼都不回我 現在韓國瑜到底是怎樣 很焦慮 韓總很焦慮 但問題是我問了 我也不能直接跟大家講 我問了韓國瑜他要不要 此刻不宜表態 此刻不宜有答案 今天9點半最後的結果 在市議會的質詢過程當中 得到兩個 第一個就是高雄市議員的 質詢能力確實不如王世堅 第二個就是說 韓國瑜目前的說法 龍袍都出來了 對 韓國瑜目前的說法 沒有超出我們過去的了解 即使有所謂禮拜六的 深夜負責文跟那個歌唱 堅持不考慮2020 大家不要離開 大家不用怕 沒有問題 他的講法還是 沒有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韓國瑜的講法還是 但是目前我不考慮 2020不在我的考量之內 或是他現在有講個講法 不在考量範圍 2020 沒有參與的計畫 對 目前沒有這個計畫 大家回去在深圳的那一場記者會 有人講說 韓國瑜選總統 高雄市怎麼辦 李嘉芬選高雄市長 韓濱還可以選立委 他當天就怒斥惡毒的重傷 他說任何情況都絕對不可能 觀眾朋友 這樣懂我這樣意思嗎 任何情況也就是說 即使我韓國瑜去選總統 又或者是我韓國瑜 沒去選總統 除了什麼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任何狀況 不管我有沒有離開高雄 那個來參加補選的人 都不會是我太太李嘉芬 所以他已經把這話講死 所以在深圳那一天的記者會之後 好像就沒有人談這個話題了 韓國瑜他有非常多的機會 包含著專訪記者賭麥 跟去議會今天的這樣的 詢答過程 包含著時代力量跟民進黨團 我都看一直逼問他 到底是選還是不選 他的回答沒有超出先前的說法 目前2020不在他的考量之內 問題是這樣的講法等於不選嗎 當然不是 即使今天他講了 我不選2020 即使今天最後9點半 他講的講法是那樣 因為那時候 我還不知道他會怎麼講 我們現在錄影當時 已經是下午2點 所以知道他的說法就是 沒有超出大家的預期 他還是維持一個比較保守 不激其主動 但是也沒把話說死的情況 這種狀況我說 就算他把話講死了 接下來幾天有沒有可能 不知道 4月10號去美國之前 有沒有可能會突然變成說法 就是我韓國瑜不考慮2020 而且我也不會選2020 就算他這樣講 觀眾朋友 1998年的時候馬英九 我那時候在跑市政府 我是99年開始跑 98年的時候馬英九講了213次 他不選台北市長 秀琳姐就清楚 那時候秀琳姐在跑 200多次 我不知道是213 213 就是213次說我不選 問題是馬英九有沒有騙人 沒有 因為他講的時候他當時 確實是覺得他不想 可是時事所逼 政治其實不是一個人 政治是眾人之士 當整個黨需要你 當整個民眾需要你 或是國家民族需要你的時候 那就不一樣 朱立倫在四年前 他也沒騙你 因為一來那個局不好選 二來他新北市民有約 做好做滿 他也說他不選總統 所以說不選 最後都還可能被情勢所逼 何況現在的狀況是 韓國瑜根本沒有說死 他只是想說不考量而已 就是說目前不在考量室內 所以這個局勢 還會往後演變 至於為什麼會 在禮拜六發這個深夜文 其實我覺得跟我們上禮拜五 深夜文特別提到那個特邀卡 就是王院長怒了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 因為我知道最近其實有 非常多的人 從台北跑去高雄 跟韓國瑜見面 來自於國民黨內的各方勢力 都在探尋 有的勸進 有的勸退 各種都有 他也覺得壓力很大 現在還有人去勸退 各種都有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韓國瑜底牌沒有先 我這樣跟觀眾朋友講好了 跑去高雄跟韓國瑜勸退的人 回來再講說沒問題 我看應該沒意思 跑去高雄跟韓國瑜勸進的人 都講說你看他 還沒有決定不要 有機會 各自得到自己的答案以後 滿意的回到台北 但是狀況依舊未明 我相信這個情況在他從美國回來之前 在民進黨的蔡賴 最後是誰選之前 在柯文哲是不是確定要選不選之前 應該都不會有太明確的答案 不真是真 真是不真 此刻不把話講死 好好做市政 其實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韓國瑜 你最大的價值就是很會預測未來 現在的百分比到底怎麼樣 我其實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49%變51% 我覺得他選的機會比不選得高 雖然不是高很多 可是我認為他會選的情況是比較高的 因為大家看這麼長久一段時間以來 包含秀琳姐去採訪他 我還是那句話 他有太多的機會 可以把話長死 可是他卻一直保留這個機會 當然有人講郭台銘等等等等 不管 郭台銘確實他沒有 他沒有像過去的郭台銘一樣 就是你找不到他 他現在直接跳出來在你面前告訴你 他要辦這個小農的競賽 presentation 大家可以拿5萬多少錢 去跟民眾接觸 身為一個企業家 他其實基本上 他以往不需要跟民眾接觸 可是如果他想要成為政治人物的話 他需要你手上的票的時候 他就不需要跟民眾接觸了 那是不是就郭台銘選總統 或者是他有其他的想法 他要跟韓國瑜配嗎 或是他要幫助韓國瑜嗎 有很多種的可能 因為此刻我認為 他沒有把話講死 他會遭受很多的攻擊 可是他寧可頂下這些攻擊 也還要持續的把這個話題 維持在不積極不主動 也沒有意願 但是沒有說絕不可能的一個狀態 應該有他的考量 所以你的判斷是選的機率 比不選的機率高 我覺得最後他會參選2020的機會 還是高於不選 雖然很多人跟我講 絕不可能 也有很多人跟我講 應該有可能 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感覺去判斷 我認為他最後會在最後的結果 這中間會有很多的轉折 包含了王院長是不是可以接受等等 我補一句好了 有人跟我講說 王院長根本不重要 王院長民調也不高 韓國瑜支持者常常會覺得 甚至會去罵 王院長的臉書去罵他 是 很多的韓國瑜支持者 你可能認為 王院長在民調上 或是在現在的市上面 無足輕重 可是對你來講 王院長不重要 對韓國瑜來講 他可能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當王院長的態勢 是這麼的反彈到 要翻臉的情況之下的時候 他當然不會 不會有更積極主動的態度 所以王院長是個重點 王院長如果願意 最後反而是王院長 去勸韓國瑜選的話 這個局就當然可以成了 他是一個有情有義的人 我先知道